介绍我们的RiteHunt App 安装之后点击 打开首页 首页会看到我们现有的诊所课别 然后下方有我的最爱 可以加入我的最爱 然后还有推荐诊所 或者可以做一个问题的回馈 我们回到首页 然后针对诊所或课别 我们点进去之后可以看到 上方可以选择这个区域 然后右边一样可以选择 选择完毕之后呢 就点选诊所 进到诊所的画面之后 可以看到诊所的基本资料 然后下方也会有门诊 然后还有它的诊别 那点选这个诊别呢 它会告诉你当前的号码是多少 然后您可以输入您的号码 您预约的号码 比如说我们预约的号码是20号 那要几号以前提醒呢 比如说两号以前提醒 那就会在18号的时候 手机会发通知给您说 您的号码快到了 请您 请您到诊所去看诊哦 好点选设定完成 设定完成之后呢 它会在首页 会显示这一张票据 就会看到您预约什么诊所 然后急诊您的号码多少 那现在号码的话 系统会带出目前诊所的号码 所以到了18号的时候 就会发讯息通知您 那如果这个预约通知您要取消的话 我们就滑鼠 手指滑一下 特色筒出现 按删除 好这样就删除哦 所以以上就是我们这个 WriteTimeAPP的操作介绍 好